嘿,大家好,我是香瑞 今天的主题是分子生物学的中心法则 包含了DNA的复制,转入作用以及转译作用 分子生物学的中心法则 也有人说是中心信条 英文是Central Dogma of Molecular Biology 主要的主角有DNA,RNA,还有蛋白质 DNA可以用于产生DNA,我们称之为复制 Repplication,DNA也可以转入产生RNA 那转入的英文是Transcription RNA可以进一步转译成为蛋白质 而它的英文是Translation 那为什么要特别讲英文呢? 因为其实转入跟转译这两个词,大家很容易搞混 那我们来这样做一个简单的说明 DNA的序列是ATCG四种核甘酸的序列 RNA的序列是AUCG四种核甘酸的序列 所以它只要把它超过来就好了 所以是用超入的方式 而RNA转译成为蛋白质的过程 则是要把RNA的四种核甘酸序列 翻译成为蛋白质的二十种胺基酸序列 所以为什么原文这么重要呢? 因为这个Translation不就是翻译的意思吗? 第二个容易去搞混的就是酵素的部分 由这字面上来看 复制是由DNA聚合酶来执行的 执行地点在细胞核当中 酶代表酵素 这是一个聚合出DNA的酵素 所以我们可以看看它的产物 由DNA做最后做出的是DNA 所以要DNA聚合酶 产物是DNA 当我们的产物呢是RNA的时候 我们就称之为RNA聚合酶 聚合出RNA的酵素 转移作用的话我们就不会讲说 蛋白质聚合酶了 因为我们就已经知道 是细胞中的核汤体在执行这件事情 为什么复制跟转入是在细胞核当中呢? 我们就看DNA 这两个都跟DNA有关系 所以DNA的位置在细胞核中 那复制还有转入必定就在细胞核当中 当然人和生物没有细胞核的话 它就是在细胞质当中 转移作用的话则是它会把RNA 送出来送到细胞质当中 让细胞质当中的核汤体 来执行转移作用 最后我们还会常听到一个词 叫做基因的表现 基因是一段DNA 所以如果在这张图上的话 我们会写在这里GENE 基因透过转入作用 产生RNA 透过转移作用 产生它的蛋白质的产物 这就是基因的表现 我们把它图像化 这是一个细胞 圈起来的部分是细胞核 那里面有DNA DNA上面呢 有一段基因 现在这个细胞因为它的需求 需要表现这个基因 所以它就把这一段的DNA 用转入的方式 超入成RNA的序列 并且把它送到细胞质当中 RNA在细胞质当中 就可以进行转移作用 很大大的蛋白质 那为什么这边蛋白质特别化三个呢? 因为其实我们可以透过转入跟转移来做一个调节 我可以转入出好多好多的RNA 那每一条RNA又可以转移出好多好多的蛋白质 单纯看这个细胞的需求 可以做到量的调控 接着就进到DNA的复制了 那DNA的复制呢是半保留复制 这是有一系列的实验来证明的 DNA是双骨螺旋的结构 但是这边呢 那颈原来我画的是两条直线 因为这边画双骨螺旋的话 视觉上会比较不好理解 所以我把它画成两条直线 蓝色的就是DNA 它上面会有很多的复制起始点 那举例来讲这边有两个复制起始点 在这边复制起始点打开双骨 打开双骨向左打开向右打开 向右打开向左打开 打开之后呢里面就开始合成出新的DNA 那这合成书新的DNA 我是用绿色的来表示 持续向外侧打开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一圈的 我们可以称为复制炮 炮炮的炮 那一般在介绍复制的细节 通常我们用半个复制炮来做描述 半个复制炮就是这个 我圈起来的部分它就要复制叉 我们等一下最后最后 会把这个复制叉的部分放大来说明 我们可以看到呢 它就是边把双骨打开 根据它一条的序列 合成出另外一条的序列 根据这条蓝色的序列 合成出另外一条 因为DNA本身互补的关系 所以就完成了新的DNA 原本DNA是一条 后来变成两条 那这样就叫做复制 因为数量增加了 这两条有一半是旧的蓝色 有一半是新的绿色 所以我们称之为一半旧 一半新的半保留复制 接着我们就要把这个复制差 做一个放大来看一下 DNA聚合酶如何执行的 这是一个放大的复制差 DNA这一股是五端 往这边过去 那这边就是三端 对面的话跟它相反 所以过来到这里是三端 那这几球 紫色的是DNA的聚合酶 DNA聚合酶的特色 它会用新骨DNA 五端往三端的方向 来合成出新的DNA 这是它的五端三端 所以上面这一条呢 就是我五端 五端的往三端 合成出新的DNA 那这个时候就很顺 我是向左边打开双孔螺旋 合成出DNA的方向 也是不断向左合成 所以这个是顺向骨 另外这边就没那么容易了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向左打开 然后向右合成 所以合成合成之后 如果我这边合成之后 左边又打开了 左边就要在另外一个DNA聚合酶 黏上来 然后再往三端的方向去执行 像这个合成到这边之后 DNA聚合酶会离开 离开之后 这新合成的两段的单骨DNA 需要有个叫连接酶的 或者叫DNA结合酶的酵素 来把它们黏起来 细节的话 选究生物会解释的较多哦 再来我们进到基因的表现 那基因的表现就是 基因藉由转入作用产生RNA 藉由转移作用产生蛋白质 那这样这个基因的蛋白质产物 就被表现出来了 首先看到转入作用 里面留下我的基因是有方向性的 基因A是向右 基因B是向左 在描述DNA RNA的时候 它的方向都是五端往三端 所以这个向右的 它的密码骨就是在上面 这个五端往三端的部分 那向左的话 它的密码骨是这样过来 五端往三端阅读 现在呢 细胞根据它的需求 而决定转入基因A 转入的时候要留意一下哦 我是以反密码骨为模板 这样转入的时候 才是带有密码的RNA 它有RNA聚合酶黏上来之后 RNA聚合酶自己就可以打开双骨螺旋 并且向右边不断的移动 合成出新的RNA 我移动得越远越远之后 就可以合成出更长的RNA 这个基因的长度大概就这么长 所以我到这里了 就差不多完成任务了 这个时候RNA聚合酶就可以离开了 离开了之后 这条RNA 就是自由的RNA了 那我们把这个框框的地方把它放大 这样我们就更能够了解 为什么要以反密码骨为模板 这样转入出来 就会是带有密码的RNA 放大之后长这个样子 这边是五端 这边是三端 这边是五端 这边是三端 上面这个就是密码骨 那这是反密码骨 那因为不管是DNA跟RNA 都存在着互补的关系 如果我的密码骨的序列是 CACCAGCTAACTGA 它的对面我们就可以推导出来 是GTGGTCGATTGACT 那我根据这个反密码骨为模板 做出来的RNA 会跟反密码骨是互补的 G这边就是C T就是A 所以是CACC 然后这边T的对面也是A C的对面也是G G的对面也是C 那A过来就是U RNA没有T 是U 然后TT就是AA G的话 这个C正在进来 那我现在以反密码骨 做出来的RNA 给我们检查一下 RNA跟密码骨上面的序列 你会发现 竟然一样 CACC AGC U CACC AG CTAA 只有一个E被换成A 而已 所以我只要以反密码骨为模板 就可以做出带有密码的RNA 那再来我们要谈一下RNA的种类 RNA呢 其实有分为三种 第一种叫做mRNA mRNA可以继续转移出蛋白质 RNA的这个小写的R是核糖体的意思 我们都背过核糖体是RNA加上蛋白质 那这种RNA呢 就是设计成为核糖体的一部分 再来是TRNA 这个T是Transfer的意思 它负责 攜带氨基酸 并且把它转移出去 这样参与转移作用的氨基酸的 带来 与其加长 这三种RNA非常好背 N R T 有没有让你想到什么字呢 就是捷运MRT 紧接着进行转移作用 转移作用我们要留意一下它几个描述词 第一个是核糖体在进行的 那它怎么进行呢 我们用阅图来描述 因为是如理的 阅读mRNA上面的AUCG的序列 再根据这个序列呢 来合成出对应的蛋白质产物 所以我们首先要提的是核糖体 那核糖体我这边画了一个有 A P E的位置 这三个主要的空间 那当然还有一个mRNA的结合位 A 是 aminoaseo aminoaseo就是氨基酸等 这个A位是TRNA带着氨基酸进来的位置 P 是peptidio peptidio的原文是多态链等 多态等 也就是氨基酸跟氨基酸串结在一起 变成多态链 延长延伸存在的位置 E 是这个EXIT 这什么 就是出口 TRNA进来延长最后 上面都已经没有氨基酸了 它要从出口离开 所以它是TRNA离开的出口 再来就是TRNA了 哇 复杂哦 我发现我有点挡到了 这三个其实同样都是在描述TRNA TRNA是Transfer RNA 所以取这个T字 Transfer是转移 所以有人会翻转移 核糖核酸 或者叫转移RNA 它主要有分二级结构跟三级结构 二级结构呢 是一个幸运草型 是一个木树叶型 RNA我们都说是单一一条 那为什么它会有像这么神奇奇奇妙的形状呢 原因是因为RNA虽然是单一一条 但是它的A跟U也是可以互相吸引 然后产生轻件的 自己的C跟G也是可以互相吸引 产生轻件的 AU之间两个轻件 CG之间三个轻件 如果有产生轻件的地方 它就连在一起 没有产生轻件的地方 它就会变成一个环 英文称为loop 所以是一个幸运草的形状 那留意一下 这个位置是反密码子的位置 它会跟RNA上面的密码子结合 然后并且在这边呢 会带着对应的氨基酸 所以它都会有一个反密码子的位置 跟氨基酸的结合位 但是这个是二级结构 真正在三级结构 它是这三个环子这样 绕在一起 变得很复杂 所以我们称为三级结构 叫做倒L型 甚至我们可以从五端找到三端 找给你看哦 为什么我这么熟呢 因为这个图是我画的嘛 倒L型也是一样 下方是反密码子 这边是氨基酸结合位 那真正在教学的时候 二级结构比较好理解 可是画图画三级结构比较好画 为什么呢 因为木树叶型画在核糖体里面 好卡很挤 所以我比较常画三级结构 甚至后来放大绝招了 把三级结构变成卡通图 反正就是个倒L嘛 好倒L 然后下方记得画反密码子的位置 然后还要多凸出一小条 的氨基酸结合位 所以等一下最后呢 我们介绍的时候 是用3D的卡通图来做说明 这边想要表达的是什么呢 如果DNA上面的密码只是A的话 那RNA上面的密码也会是A DNA是G的话 RNA也是G DNA是C的话 RNA也是C DNA是T的话 RNA是U 但是问题来了 氨基酸有20种 如果A是代表第一种氨基酸 根据这个G给它第二号的氨基酸 根据C给它3号氨基酸 根据U给它4号氨基酸 那我对过来奇怪 5到20的氨基酸谁认理 问题在于RNA的含量减基有4种 可是氨基酸却多达20种 也就是说你要用4种的序列 去编码出20种的序列 这是很难办到的 所以生物体到底是如何运作的呢 原来是这样 如果只有一个的确是AUCG4种可能 可是我可不可以在设计的时候 我一次读了 也就是说前面第一根是AUCG4种可能 后面那个有可能是AUCG4 这样根据乘法原理就有4乘4 16种可能 可是16还是小于24 那如果3个呢 4乘以4乘以4 64 哇就大于20了耶 没错 就是这样 生物体是3个氨氮剪基 组成一个密码子 用这样来解决 组合数不足的问题 这边就是我们的转易作用 核糖体阅读mRNA上面的序列 往三端 也就是它的下游去走 边往下游走 边阅读mRNA上面的序列 把对应的氨氮酸带过来 组装在一起 以第二张图来讲 已经做出了 1234567个氨氮酸了 做到底之后呢 就可以解散 离开 这一条 就是一个多态链 多态必须要经过折叠成为稳定的3D构型 才能够成为蛋白质序列 为了详细的解释 所以我们把这个框框的地方 放大来做说明 哇 怎么很复杂呢 那这是放大的图序 有A位 P位 跟E位 A是代表氨氮酸进来的位置 所以从右侧进来 E是代表 TRA离开的位置 所以从左侧出去 mRNA上面有很多很多的密码子 第一组是GUC 第二组是ACG 第三组是AGU 所以我们的TRNA呢 就带着与它互补的反密码 这些TRNA呢 它们的反密码的不同 它们可以带着对应的氨基酸 所以TRNA可以带着正确的氨基酸 进来到达A位 这边已经是转移到一半了 P位呢 上面已经拥有 很多个氨基酸串接而成的多态了 这时候它们的做法是把这一整个长条的 接到这一个单一个上面 接过去之后呢 TRNA就变成像这样 上面就没有氨基酸了 最后就从左侧离开 所以核汤体不断向右移动 带着氨基酸的TRNA 不断从右侧进来 中间是多态链的延长跟转移 因为它一直往右移动 最后左侧的这个没有氨基酸的TRNA 就从左侧的E位离开 就要一直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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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到哪里呢 走到中指密码值的位置 转移动就完成了 我们要看一下科学家 所研究出来的这张遗传密码表 那它相当的重要 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因为全世界的所有生物都用同一张密码表 这些密码值在全世界生物来讲 对应的都是相同的氨基酸 首先这一行是密码值的第一位 上面是第二位 这样就可以找到这个密码值了 以UUU來說的话 它对应的氨基酸就是PHE 所以这个PHELEU 这些都是氨基酸的三个字的缩写 未来大学的时候要被氨基酸的中文 英文 然后还有英文的一个字缩写 三个字缩写 还有它的化学构型 这些都是要被冲 这边我们要留意的有几个 第一个是这个AUG甲硫氨酸 它是起始密码值 AUG 和当你在阅读的时候 就是找到第一个AUG 由它开始 每三个三个一组进行转移作用 第一个就是可以做出甲硫氨酸 然后接续的往下做 这样就不会有序列读错的问题 这样我们就不会有这疑惑说 是要读AUG 还是UG 然后加接上下一个的这个 还是G开头什么什么的 那来中指密码值 是没有对应到氨基酸的 这个也要背一下 是UAA UAG 跟UGA 也就是说我们会从AUG开始 然后直到遇到第一个 UAA 或UAG 或UGA 就作为结尾 结束 来做一个小小的练习 以这张图来说 最上方是DNA的序列 那我们根据DNA的序列 来进行转入作用 那以反密码骨为模板 做出来的MRNA 所以是AUG CCC ACG UCG 这是我所转入出来的密码骨 那我们把它上色 AUG一组 CCC一组 ACG一组 UCG一组 一个基因大概是1000个碱基对 可以再少一点 可以再多一点 对 就是看生物体 这样子转入作用 做出来的第一个氨基酸是什么呢 AUG 就是这个 甲硫氨酸 MET 第二个氨基酸呢 CCC 我们来看一下 CC 找过来 C在这里 所以是Proline 第二个是PRO 第三个ACG A D ACG 找到了 是THR THR UCG UC 我找到了 UCG 是SER 直到这个序列 读到第一次的UAA 或UAG 或UGA 转移结束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 拜拜 请不吝点赞